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号 然后也是我们祖国的国庆节 然后今天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就在巴基斯坦 中国烈士陵墓纪念碑的首席地 然后这位叔叔就是把我们中国烈士的墓地里面 就是打理的井井有条 然后我今天也是作为一个中国旅行者 然后对逝去的烈士表示对他们的敬意 然后我现在跟Uncle一起进去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写着巴基斯坦中国烈士陵渊纪念碑 然后我可以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以前在卡拉昆仑公路嘛 中巴友宜公路 就是是中国原住巴基斯坦最重大的一个建设工程 然后中方原住路段 北起中巴边界的洪奇拉普山口 南至巴基斯坦塔科特大桥 就是现在又名有泥桥 就是现在又名有泥桥中巴有泥桥 然后全长613公里 施工期间是位于1966年至1978年分了两期建成 中巴两国建设者就是不畏艰险在卡拉昆仑山的冰封雪原 悬崖峭壁之间占天斗地 终始天战变通土 架起了中巴两国之间的友谊之路 在世界公路建筑史上也是称作奇迹之一 中国建设者共有数百人壮烈牺牲 以青春热血之躯 驻中巴友宜封碑 然后在这个烈士 林园祭练场地的话 就有80多个烈士就是长年于此 然后因你永驻天雨 骑公长流人间 特奢侈铭记 然后表达我们对他们永远的缅怀 然后这个是由那个 中国人民共和国驻巴里斯坦巴使馆所 尽力的这个纪念碑 然后现在我们要去给这个 牺牲的同志的墓碑 献花圈 然后我其实自己也准备了 就是这个小鲜花 这三朵鲜花是 是来自就是 吉特当地人民 给我们 人民 给我们 给我们 我们 给我们 给我们 我们 给我们 我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